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KPMG稅務投資部職業會計師洪明猴 我們都知道台灣以及國際上最近這十幾年來 執行了非常多的稅值改革 那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從民國99年1月1號開始 個人的海外所得要開始課稅 而這個海外所得開始課稅以後呢 對我們的影響就會接著開始 過去我們的海外所得不用課稅 現在要課稅 所以我們過去放在海外的資金跟資產還有所得 就會有被揭露跟曝光的一個風險 那接著呢 在跨境的國際上呢 我們開始知道 金華公司也開始實施的所謂的經濟實質法案 然後接著我們開始有所有的全球非卡的CS 導致於我們個人在海外的一些相關的金融資產 都會因為CS而曝光 接著台灣近年開始也實施了所謂的CFC的反批稅規定 這也會因此 讓我們個人的海外的資產 進一步曝光的一個風險 那相對於我們在海外的所得 就必須要面臨到 是否申報 或者是如果你不申報 相面臨到什麼樣的租稅的課稅風險 這是一個狀況 第二個我們要探討的是說 對高資產的擁有者來講 股權跟海外的資金當然是我們很重要的資產之一 那國內的不動產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產配置的一項目之一 那我們可以知道 以不動產來講 過去的 從房地合一1.0 2.0 再到今年1月10號 刪讀通過平均地權條例的修法規定 再再的都讓我們高資產的持有者來講 對於不動產的配置上面 我們需要重新的一個思考 尤其對高資產的持有者來講 平均地權條例 限制的以司法人來構置住宅的一個相關的規定 導致於說我們對這些高資產的擁有者來講 未來我們在配置住宅資產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考慮的是說 不能用返回來持有了 那如果拉回到個人持有的時候 那我們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們要買不動產的資金呢 是在台灣的資金 還是在境外的資金 那如果是在境外的資金 又拉回到我們一開始所提到的 個人在海外的資金配置 會不會面臨到有CFC、CS甚至 經濟實質法案的一些相關的規定跟影響 因此提醒各位 我們在做資產配置的一個思考邏輯的時候呢 必須要思考說 我們在所持有的資產裡面 這些資產的長久期持有的目的 還有我們預計要持有的時間 為了要處分的目的跟時間 還有是不是要拿來做傳承的一個標的 再再的會影響到我們 怎麼樣去思考說 要用什麼方式來持有這個資產 還有我們這個持有期間 還有未來處分或轉讓的時候的 說服效果 甚至最重要的是 我們未來的傳承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樣的說服效果 跟會帶給二代、三代、什麼樣的影響 這都是我們在目前 思考資產的重新配置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去思考的問題 最後才會討論到說 各種各式樣的資產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工具包含了信託 包含了閉鎖公司 或者是說一些保險工具等等的 來作為傳承的方式 那這些我們統從思考之後 才能夠達到一個 在資產傳承上面的最大的一個節省 還有達到我們最想要達到的目的 那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一個問題 因此有相關的問題 如果任何的需要 歡迎隨時與我們 KPMG稅務團隊做聯繫 我們會竭盡所能的 提供你一個完整的配套方案 感謝 字幕作為中文雄 字幕作為中文雄